孙老师其实做解说员好多好多年了吧 我是从1981年3月 开始调到中央台的当时叫体育组吧 就开始了这个体育解说 那宋老师是比您早一点是吗 宋老师应该是从60年代初就开始体育转播 那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前辈 孙老师我觉得他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解说太多了 但是呢我觉得2008年的奥运会真的值得要先说一下 因为奥运会的开幕式是您解说的吧 我记得是我和我们台的周涛老师一起 对呀当时选这个去主持开幕式的人 是一下就定了您吗 还是其实也要考虑很久 应该是这样 在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前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吧 南播音员就定下我了 当然我那时候也有几个愿望 就是一个呢就是要争取要写一本书 就是工作这么多年了 也想给自己一个小节嘛 第二个呢特别希望能够担当北京奥运会的这个火炬手 如果能跑一棒觉得挺神圣的 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转播了这么多年的 大型运动会的像奥运会啊 亚运会啊 全运会啊等等等等 开幕式闭幕式 那时候好像 都是您 闭转其中的一次 所以我想如果有可能的话 能够转播一次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将在我人生的这个解说的这个生涯当中呢 画上这个 有完美 非常重的一笔 真的是完美 那么后来呢 这就定下来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波音制造委员会 开会 像大家熟悉的什么李瑞英啊 当年的罗金啊 什么靳一丹啊 菊萍姐姐 我们都在这里边 大家就说说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就快到了 谁姐说呀 大家都有这种欲望 说怎么还不定啊 问我说 孙老师你知道吗 我说我知道啊 已经定了一个了 说谁啊 我说我呀 大家一笑 说男的我们就不争了 就说这个女的是谁 当时女的并没有定 是最后在距离奥运会开幕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 最后才 一周多一点吧 才敲定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选这个人选 一定他要非常的成熟 这个真的是因为在那开幕式上 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发生 今天我们看很完美啊 紧张啊 但是当时肯定吗 你当时会多多吗 肯定会紧张 这个确实和其他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在自己的国家举办完一会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希腊1896年举办第一届 到第二次举办的时候呢 2004年 中间隔了108年 对 所以我说我们这辈人不可能 我一百多岁能等到第二次 当然我们很幸运 因为2022年我们还有北京的这个冬奥会 对 但是当时觉得这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 准备的也非常详细 也非常充分 但是呢心情确实会有一些紧张 是 所以那一次在奥运会上给我们了一个完美的解说 您对自己满意吗当时啊 反正那时候我们的这个稿子呢 都是经过各级领导层层审批的 签了字的 念错了是我们的责任 其他方面出了问题 领导说我来担负责任 所以您就保证不能念错 对 没有出现什么差错 但是我们自己应该说 从声音的状态 从紧张啊 从各个方面啊 还不是百分之百在满意 打个八九十分吧 我觉得只要能够顺利的全部 这个完成就了不得了 我都想象 就是如果要是我的话 估计都得 打嗑吧 都得打哆嗦 估计这个王达王汉 有这么一个小的环节啊 这个完了以后 当天我没有回家 就住在那五州大酒店 当天晚上就有上百条的朋友的这个祝福 奥运转播成功了 你们解说怎么怎么样 还有一些这个观众各个方面的渠道 我当时觉得也挺兴奋的 两三点钟三四点钟还没睡着觉 第二天早上我们赶到这个新台 当时我们在新台有一个大的演播室 到了新台以后 我们当时主管这个台长 孙玉胜台长 黎婷总监 还有我们江和平主任 都在那个大演播室就迎出来了 握手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奖励吧 对 因为大家都说 一个大型的运动会 开幕式成功了 就等于整个的运动会成功了一半 对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我们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披露 尤其是没有出现任何的差错 也觉得自己给打 自己打一个鸡鸽分吧 我都觉得好感动啊 都能想象那个瞬间啊 所以我觉得孙老师其实很幸运 因为其实没有几个 做我们这行的人 能够赶上这种大型的活动 那个时候